去回應社會的訴求 下一節我們轉個話題 本地球市有起色 全歸入場球迷增加 我們重訪升班馬大埔隊 看看他們上到甲組的表現 今屆甲組足球聯賽剛剛結束 球壇重現近年少有熱鬧 無論是大球會還是中型班球隊比賽 都多了球迷入場打氣 一年前和庫大埔足球隊 由月組升上甲組 半數隊員都是兼職踏球 他們去年接受訪問時 願望是不想造星降機 一年過了 他們成功站穩甲組地位 球員對未來就有不同的抉擇 上到甲組操練自然多了 一星期有五日要練球 做文員的施榮六點下班 七點馬上趕到來 就算很累 你一落到球場 甚麼都忘記了 就會很勤力 很專注地踢球 因為踢球是自己的興趣 24歲的施榮 六年前開始踢甲組 算是球隊比較有經驗的一個 他說之前和大球會藍華交手 輸0比3 大埔隊的技術還是差一點 大埔隊在今季聯賽贏過七場球 和過三場 第一、二場 我們都很大比數地輸給對手 隨著我們增加外援之後 情況就有很大的改變 季初的時候 說160萬的經費 這個可能全部華人都勉強可以 但一增加到外援來說 每個月都增加十萬八萬個開支 大埔隊今年請多了兩個巴西外援 領隊說他們可以帶起整隊球的質素 每次比賽前我們都會帶鼓 還有大聲弓 還有帶Banner 一些打氣棒 都是四樣東西很容易記 大埔隊是一支地區球隊 令伊連成立 三年前他們踢越組的時候 阿詩已經開始捧場 現在還做了球迷會會長 打氣宣傳一手包辦 有些球迷就會可能十二點 或者十一點幾 他們突然心血來潮的時候 想問一些東西 或者關於明天一些 可能他們突然想明天去看球 但又沒有票 又怕沒有 他們就會打來 我明天去看球 還有沒有票 他們還搞了網頁 阿詩說最開心的 是見到由一開始 只有小貓三、四隻 到現在有百多人留言 那一開始是負面的 可能說他們 看少他們 說他們 會降班 在大埔踢回街球 你們 但現在 看到一些人 多數留言 今天 譬如說 今天 Dagger踢得很好 或者 今天 萊強 他們又怎樣 對嗎 踢中場的李威廉 四年前加入大埔隊 由丙組一路踢到上甲組 今年在聯賽打敗魚丸 他都有上陣 兩三年前 都是齊娃娃自己一班人玩一下 踢踢下越踢越好 贏到強隊 信心一定會好些 至少你接下來的賽事 心態都會有得跟他拼一下 不會那麼容易認輸 第一年打甲組 威廉只是兼職的身份 踢下球 現在成功留在甲組 他決定放棄保安的工作 做全職的球員 我們這些 剛剛踢和小球會 錢真的賺得不太多 希望趁這段時間 做一些喜歡的東西 留個回憶 將來跟兒子說 我爸爸有踢過甲組 轉做全職 除了多了時間操練 威廉說 團隊精神都會好些 通常現在 在球會的時間 下午和晚上 每人都有一餐吃 可以多些時間相處 聊聊天 可以聊聊 平時踢球 踢成怎樣 可能默契也會好些 聯賽賽賽有什麼期望 可以贏球 因為贏過而已 聯賽賽賽賽賽 有個耳機說 那就好 開心心地認見 這天是大埔隊 踢甲組聯賽的最後一場 對手是上屆冠軍魚丸 兩隊球之前交過手 大埔隊贏4比3 如果我們上半場 打快一點點 抓住他 他就會扣起 所以一定要打快球 開場不足三分鐘 大埔隊已經射入第一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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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埔隊 三十分鐘之後 威廉射入第二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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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場邊默默支持的 還有他 阿東不是球迷 一年前 他都是大埔隊的兼職球員 不過 輕吹還輕吹 最後 他都顧及現實 中途離隊 做回自己之前 都在做那份 重貨那份 如果比我 年輕十年 十八二十歲 都會想想 去轉職業 去踢職業 夾組 還有 現實一點 是人工問題 大埔隊踢最後一場 他特地請隔離捧場 會 對腳很癢 很想進去參與一份 參與一份 但沒辦法 在外面 你就會 自己又緊張 又為球隊緊張 總之 看到長球 自己在輸 又會很擔心 會不會輸 立日天氣炎熱 到了下半場 球員明顯體力不計 結果 魚丸後來居上 大埔隊輸